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好莱坞来的了 那在2017年10月份 这个纽约时报呢 在头版上面就刊登出来了一篇调查报道 那就揭露了好莱坞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制宣人 叫做温斯坦 好 那他呢自从1990年代开始 就对女性有一些性侵犯还有性骚扰的恶行 然后呢同时他还会给这些女性提供一些就是补偿协议 那么报道登出了之后呢 有超过85个人站出来指控 说他有这一些性骚扰还有性侵的行为 那其中呢包括了很多位的好莱坞的一线女性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呢 所以当时美国出来了一个也有游行了 很多人举着牌子就是me too me too就是我也是我也是 就是我也有过这样的遭遇还有行为 我也是me too里面其中的一员 那么不光是现在 这个我以为me too这个事在美国基本上就过去了 结果没想到最近的这些新闻在台湾还是越少越练 我们可以看到从黄紫胶的事件出来之后 然后又变成闫雅伦 反正就是报出来很多很多这种比较有名的人 然后出过的这些事情都是大家出来实名举报来 就是说说在多少多少年前 很多都时间非常长了 怎么20年前十几年前 我还是小孩的时候 然后他对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那我个人认为整个me too运动 现在已经完全变直了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台湾 我觉得都是这个样子 而且甚至有点说是不太能相信的 根据CDC的这个fast fact的说法 OK 二分之一的女人曾经被性侵过 然后有三分之一的男人曾经遭过性侵 啊 就是数量就是全天下 有一半的女人都被性侵过 然后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男人被性侵过 这数字也太难让人相信了吧 这是不是高的有点离谱啊 这是CDC说的 OK 民调说的 OK 那这已经从一个保护受害者的一个模式 让受害者有一个勇气的模式 变成一个制造受害者的一个机器了 事实上经过各式各样的调查之后 然后还有报导之后 有非常多虚假的故事在里面 女人里面有三分之二的人就是喝醉了 然后呢跟男生开房 结果第二天说那个男的抢爆他 然后还有的是因为这个更夸张 就是因为那男生表现不好 所以说他没有享受到 所以说他就决定提告 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是在工作场合上面的 就是这个MeToo 那Shannon Breed这个Fox News的主播 就在访问上面说 就是他曾经被MeToo 因为当时他在律师事务所的时候 他当律师的时候 他很漂亮 他很年轻 那现在他还是很漂亮 然后呢 他说有很多次 他的客户一进到律师事务所就说 欸 Ms.Bree 你去跟你老板说 我到了 然后呢 你可不可以帮我倒一杯咖啡来 然后年轻的他就觉得他被MeToo了 他被瞧不起 被看低 因为他长得很漂亮 因为他的性别被骚扰 所以就是另类的性骚扰吧 然后就觉得说别人只看到他的长相 没有看到他的能力 那 长得漂亮的女生 在工作场合被男生指指点点 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也不光是工作场合吧 你小时候去上学 不也是会吗 就是只要漂亮的女生在学校里面一走 大家就都会看 然后很多男生也会去讨论 就谁谁谁长得很漂亮 什么什么的 漂亮的人被别人指指点点 好像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 因为你跟大家不一样 Yeah 那现在MeToo某层面上 变成了一个搏板面 搏同型的一个模式 这样反而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我们现在社会 不断地在扩大这个样子的事情 我们现在把任何事情都当成了MeToo 都当成性侵害性骚扰的时候 我们不但是看清真正的性骚扰 而且我们还忽略那些真正受伤害的 那些女人或是男人 Matt Damon在ABC的访谈节目上面就是说 他很在乎这些女人 他希望MeToo运动可以成功 但是 There are degrees of guilt 要分清楚不同的罪恶感 有些这个性骚的程度是不同的 然后还有适当的处分 是需要弄得非常清楚的 就是拍一下女生的屁股跟强奸 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然后呢 跟他一起演戏的那个演员 Manny Driver 马上就出来发推文 去开始逼迫Matt Damon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你不管怎么样 这就是强奸 这就是性侵 这全部都是坏的 这是我们司法跟道德的彻底被破坏 然后他就要求所有的片场 要来抵制Matt Damon 那根据他的说法呢 是Matt Damon 不只MeToo了他 而且还MeToo了所有的女生 那这样的方式 反而会让MeToo这个运动停止 我个人认为啦 MeToo运动是有必要的 而且是需要男人跟女人一起解决的 而不是把所有男人都当成敌人 都当成禽兽 当我们把整个MeToo的运动 变成一个丑化男性 然后呢 的一个女拳运动的时候呢 就会有更多男人不吃这一套 像最近很有名的那个Andrew Tate 那样子的男人他就会出现 某层面上我是非常同意他的 女人天生就是会被成功 有钱 有自信 而且了解自己人生方向的男人被吸引 这个是常态 就是我觉得 MeToo 现在的这些MeToo出来的时候 反而让 这些真正受伤害的女生 没办法得到帮助 因为很多人就是 不管他有没有被MeToo 他都说我被MeToo了 对 所以你就很难真的分辨那些 真正受过伤害的受害者 就是说他们到底经历什么 然后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些事情 就现在好像变成了说 只要你长一张嘴 你就可以随便控告 然后很多的男的都莫名其妙 就说啊 我好像不认识这个人 或者好像我们之间曾经见过一面 然后这个你就说 有他当时有 对 像川普跟他告他那个 对 就是你会很难白口默辩 就是白口默辩了 这个事情你就 你说一个男的 你说没有这回事 别人也不会相信你 因为那个女的如果一边哭 一边什么什么 然后把那些事情都说得很细节 哪怕真的没有这个事发生 大家也都会觉得说 这个男的就是有错 而且我们现在社会是完全相信女生的 无条件相信女生 因为如果你要是说 你被性骚扰了 或者是被强暴了 因为这些事情很糟糕 然后人们又讲说 这种事情一般人不会随便讲说 我有被这种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人的道德底线 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就很多人会为了出名 或者为了一些什么利益等等 他们会做出很多下流的事情 所以你很难真的相信某人的良心 或者是怎么样 那我们在整个这个me too的运动里面 其实大概这种发生的情况 可以基本分为两类 那如果像那种假的 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 就是说是 的确是有过这种不恰当的行为 那在这里面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分两类 一类呢 就是说这些女生 她们当时是知道有潜在风险的 但是呢 她们依旧愿意去做 做完之后还后悔了 这一种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她完全在没有预判的情况下 她就不知道 她就发生了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那么知道有潜在风险的呢 基本上来讲是比较占多数了 我觉得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知道说 这跟职业方面是非常非常的有关 那me too主要也说的是职场方面的事情 就是跟这个是非常有关 这个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很多人 他对自己的选择 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的 你会发现生活中 不管说你认识的朋友或者怎么样 很多人他其实是迷迷糊糊的 他是非常迷糊的 他不知道说他到底想要什么 但他又想要成功 那到底要通过什么方式去获得成功 他也不是说特别明白 那很多人的时候就说 你如果要拿这个信作为交易 你到底愿意不愿意 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就是你如果愿意 对吧 你就可以跟这个老板什么进行下一步 如果你要不愿意 那就是你还没开始 那就结束了嘛 就死在摇篮里 对不对 那很多人心里他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 但是他又觉得说如果我不这么做 我就没有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 所以他这里边就掺杂着一些半推半就 你说他完全拒绝吗 他也不拒绝 但你说他就特愿意吗 就是我好爱这个人 我就是愿意跟他这样 他也不是 所以他就是半推半就去做了之后 怎么合一合 后来就有点后悔了呢 就这个后悔也可能有很多种原因 就是或许他没有达到他心中预期的效果 比如说这人承诺说 你看你主要导演 我跟你那个 完了我给你一个角色 或许人家跟他睡完人就跑了 人家也没有说给他一个角色 就他没有拿到他原来想要的这种升职 或者是更好的机会 而且我觉得很多女生 他们在当下的时候 因为女生被男生喜欢 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一件 是 对不对 那像说一个 那个 我们常常在法院上面听到什么 No means no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差异 像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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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That means no 对 就是像你怎么说那个 No 然后你在如果这样子 No Stop it No You're such a bad boy 这不叫做No 这只是就是 这就是Yes 对 就是我 我不想要你 judge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拒绝的方式到底是什么 那也 这个我觉得也就是说 在半退半就的这个过程中 你知道吧 他虽然不喜欢 但你说你有跟这个人马上撕回脸 就是No Stop 你再让我报警了 也没有 比较少 对 所以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他又没得到他想要的 但是他又感觉他损失了 然后在这种me too运动爆发的时候 那大家就有冤的报冤 有仇的报仇吧 赶紧就一起上吧 反正抢倒众人推嘛 所以你就说扯出来一个人 一大堆人就说 那个我背他怎么怎么样 我背他怎么怎么样 其实你就是想说 要报当时那个仇 我就要赶快就一下把他给推倒 这样的 那但是呢 如果说你要是说一个女生 她本来 就是个脑筋非常清楚的人 她本来她就是 对于选择这事 她就搞得非常非常清楚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避免掉 很多的这种me too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就完全取决于 你个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到底想要什么吗 那如果要说 你是一个 哎呀 我就是刚毕业 我好想演戏 一个漂漂亮亮亮的 一个女学生 对不对 然后找到一个机会 这导演可能很有名 一些大导演 就是你说 如果这导演 在晚上的时候 给你打个电话 就说 我现在哪个哪个宾馆 你来一下 我找你谈一点事 我们可以谈一谈这个戏的这个事 单独要你去她房间 你去还是不去 其实如果像这种女生 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 你心里很清楚吧 虽然这个导演没有说 哎你来了 大家就睡觉 导演肯定不会这样说 但是导演就说 是吧月黑风高的夜晚 对不对 我这那个你来一下 我跟你谈一下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对 就是说 或许我不会确定说 是不是百分之百会发生 但你心里会想说 百分之五十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百分之五十 那有的人他就觉得说 百分之九十八 我觉得 对 但是每个人 他对这个思考不一样嘛 那你说 你知道 你意识到 这个风险会存在 那你是要怎么选择嘛 就是你要去 还是要不去嘛 你如果要说去的话 就是我愿意 为我的事业 付出 这样子 那你就是选择去了嘛 你就是愿意跟他睡觉 然后你获得一个角色嘛 那你说 如果不愿意 你就说 你这导演是不是不正经 有啥事的 不能白天说呀 大晚上呢 叫我一个小姑娘去 你说好吗 那就直接可以回家 当然我这边 不是很方便 我们可以换一天 或者是白天 什么什么之类的 如果你真的想跟他谈生 而且如果你是演员的话 你应该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去推托 就是说 那我要把我经纪人带过来 因为你的经纪人 还有各方面 是你各个上面合约的 很重要的一环 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个事还是 你想还是不想 如果你不想 你可以有一万种方式聚 对不对 但是你想的话 你就可以说 那我就去了 我要这个角色 我可以忍耐一下 对吧 你就可以去了 那或者是 像这个这一次 说这个陈建州 跟大牙 大牙出来举报黑人 对吧 说曾经有过一些 非常不适宜的举动 把他扑倒在床上 等等等等 那其实这个事呢 听完了之后 让我也感觉有点困惑 为啥陈建州 会有机会 把他扑倒在床上呢 因为他穿着睡袍 他给人开门了 也就是说 一个男的 在你门外敲门 要你开门 结果你的穿着 不是特别恰当 你穿着一个睡袍 就是让一块布 让人一扯 就能掉的这种 那一个男性 有人在门外敲门 你要开吗 那你要开了之后 你说比如说 这人平时他就瑟瑟的 他就对你留有点意思 你说一看 你觉得会咋样呢 所以就是不要给 不是自己老公的人 你在穿着这种时候 就不要给人家开门 对吧 那还有就是说 男男女女去酒吧 对不对 一大堆人 或许这里面 有些熟的 有些不熟的 男女去酒吧 去酒吧干嘛 去喝酒嘛 那喝就喝的乱醉嘛 那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那像这种事情 就你要去吗 对吧 这些都是可以 自己预判到的 或者是 跟老板睡觉 就可以升职 那你要做吗 其实这都是一个 个人选择的问题 我说真的 整个me too运动 你是在一个 这么性泛滥的 一个情况下 一个世代中发生的 又在什么夜店检丝啊 然后又什么 吸毒合法化 这个通奸除罪化 各式各样性的冲击 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时候 然后你这个时候 这么多的明星 女明星 而且都不是很有名的 女明星 很有名的女明星 都闭嘴 没有一个大牌的女明星 出来就说什么 我被怎样怎样怎样 都是这些小的 二线的那种女明星 然后就出来说什么 我曾经怎样怎样 我怎么什么什么 看现在这些新闻 就觉得说 基本上他们只是为了 我版面而已 我觉得啦 我当然不知道 我也不认识他们 对啊 那所以这个就讲到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是非要进娱乐圈的话 你就一定知道这种事情在娱乐圈里发生特别多嘛 你如果要是说做一个保险理财的顾问 跟去娱乐圈里面 你觉得谁碰到这种事情的概率会比较大 那当然是在娱乐圈里面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职业选择就很重要啊 因为你不管咋说 娱乐圈里发生这种事就是比较多嘛 而且都这个是公开的秘密了 你只要圈外的人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说这个像我大学的时候 本来学的是表演嘛 那到我们大三的时候就要分方向了 就是说你是要选择就是将来以后做演员 还是你要选择将来以后想要做老师 那我就是不愿意跟那些导演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去做老师 因为就一边做老师的话 你可以在大学里面当老师嘛 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做这个行业 我觉得是很好的 然后又给自己避免掉很多的风险 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去做演员 你以后要面临是什么 你自己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就换方向啊 如果能接受的话 你就说我就小聪明 我觉得这些都OK 那这些人就跑去要当演员 那还有一些例子啊 就是说你不太知道有这个潜在风险 就是你本来跟这人也不认识 然后莫名其妙就来这么一下子 你就会觉得说 哎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不才 那个我也经历过这种事 而且那个人你也认识嘛 在以前上班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 在公司里面这个 资深 对 然后他就跟我讲过非常不恰当的话 那当时听完了 我实在是吓坏了 我就说哎呦 这人怎么跟我说这个呀 然后我就感觉好可怕 那你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动手动脚了 这种行为都没有 但是语言上买买买 而且是一直重复不断的问我 一定要要我讲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这种 我跟那个人也不熟 吓坏了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结果了 因为我把这个事情跟公司里面反映 然后很出乎我意料的就是 公司里面就 这个人给公司业绩贡献很大 那意思就是你要搞他吗 公司不可能把他怎么样的 公司也不可能开除他的 现在就有一个选择就是闭嘴 就这样 不然就离职 对 那我当时又跟我的一个 就是我直接的主管 也是基督徒嘛 信主十年基督徒讲这个事情 那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就说 那他有碰你吗 我说没有啊 他说那所以呢 那又怎么样 他觉得这个事情就没有怎么样 那当时让我很吃惊 因为我还没信主 我就说哎 这个基督徒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那到后来就是 就离职了嘛 就这样 我觉得女生要学会怎么保护自己 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女生不要让男人有任何的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然后当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要马上让那个人知道 对就是很多时候人会顾及面子呀 或者说不敢就说 这样会不会不好 其实我觉得没有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感觉到你的安全 或者是你这个 你被人骚扰了或者怎么样 你要不然就是选择当下 就是赶快马上就离开 或者要不然就是告诉他说 no 这样是不可以的 就是你要做出一些比较激烈的反抗的行为 要让他知道 因为你需要做的事情是让他得到害怕 让他发现说 我不行这个样子讲话 那如果他还是很变态这样的讲话 你就把他录下来 因为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你录下来之后 你不但可以告他 你还可以告那个公司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职场性骚扰的一个证据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女生要学会怎么保护自己 我觉得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 而且女生要有勇气去为自己做正确的事情 而不是被骚扰了之后 然后去网路上面说自己很有勇气 说me too我也被骚扰了 你当一个女生 你被骚扰的时候 我觉得女生是要有勇气抵抗邪恶的 我觉得这个勇气还需要蛮大的 因为我当时就很害怕 我也不敢要讲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干嘛 我当时心里面那个情绪很复杂 我想说 天哪 这老头在讲什么 因为你怕失去工作吧 当时没想到那么远 没想到失去工作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说 我是不是听错了 因为我跟他没有那么熟 你知道吧 你不会觉得说这个人会跟你讲出这种话来 第一个反应说 我是不是听错了 后来他又一直不断地问 然后我就想说 天哪好尴尬 好尴尬 我想跑 我想离开这里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应该要用什么方式 又礼貌又恰当地回答他 我也不知道 不用给他礼貌 真的不要给他礼貌 他对你一点都不礼貌 那个时候二十出头 还是小孩 小孩更要保护自己 现在恋童癖 还有各方面的东西 男人都只是会找 年轻的女人骚扰 为什么 因为年轻的女人容易骚扰 对 最重要就是 人要知道自己的价值放在哪里 神给女人的咒诅 就是恋慕丈夫 所以说 想要吸引男人 想要等到男人的注意 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吸引男人是女人的天性 男人被女人吸引 也是男人的天性 我们人 如果说不把我们的价值 放在神的身上 而是放在自己欲望上面的时候 这样子互相吸引的事情 就是会发生 不控制自己的欲望的话 要记住的就是 不可奸淫很重要 但是不可做假见证也很重要 我们要使用metoo这个运动 来帮助到更多的受害者 而不是用这个样子的议题 去伤害更多的人 圣经里面最有名的这个metoo的例子 就是创世纪39章那个地方 约瑟跟那个波提反的那个老婆 约瑟变得就是有权有势 又聪明 长得又帅 然后波提反的老婆就看上她了 然后就直接跟她说 你与我同情吧 约瑟回答就是 一切家务我的主人都不知道 然后这个家里除了你以外 没有比我更大的了 但是我不能这么做 因为你是她的妻子 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 就是 我怎么能行这么大的恶 得罪神呢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不能去这样子做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害怕得罪神 然后之后这个女的天天跟约瑟说 约瑟就不理她 结果最后这个女的呢 还是metoo的约瑟 然后把她自己的衣服撕掉 还诬赖约瑟说她强暴她 导致约瑟被关在监狱里面 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 恋慕万一是错的 是会变得很可怕的 因为我们自己会羞愧 然后造成报复 所以整个metoo运动 男人要小心 女人也要小心 如果要停止 这种性骚扰的事情发生的话 就是要男人跟女人一起行动 然后一起制止才可以 女人要节省自爱 然后男人要控制自己 对 就像这个约伯记里面 这个约伯 他说 他说我与眼睛立约 怎能恋恋沾望处女呢 他看他都不看 更不要说什么 有下一步的行动 说我说出一些话来 没有 约伯说他与眼睛立约 就是他看都不看 那很多的时候 是吧 现在很多基督徒 还在看黄色网站 对不对 这个是 好像还蛮普遍的事情 但是呢 就是不管怎么样 与眼睛立约 然后不要去看那些东西 也不要去想这些东西 有老婆的 就好好看自己老婆 没老婆的 就抓紧时间 干点正的事 去找一个老婆 对吧 教会里面很多的女生 现在都还 都还没有家 对 所以我觉得约伯能说出 这种话来 非常了不起 他说他要与眼睛立约 就是说 我都不是 看一看或者怎么样 就是我看 我都不看 一看好漂亮 赶快扭头 一眼睛立约 就是我不去看那些 我不该看的 或者是让我能够 打开一个犯罪大门的 这样一个起因 我就不要去看他 所以我觉得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这些东西 是对于基督徒来讲 尤其是基督徒的 男性的老板来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有一些 这个可以避免 自己被骚扰 或者是被性侵的方式来 那这个方式 应该大家基本上都知道 但是很多人 就是不愿意承认 说这种方式是有效的 好 那一个方式呢 就是不要去危险的地方 如果你看一条街 对不对 旁边躺的都是什么 吸毒的流浪汉的 搭的全都是帐篷啊 然后那些人 光着脚在地上跑来跑去 地上全部都是针头啊 这些人又在发疯 就不要去那样的地方 很多时候在美国 这种地方 其实是在繁华的商业区的 你像什么 洛杉矶的市中心 躺的全都是这种人 然后在旧金山的 Union Station 也都是这种人 所以你就是远离 这样的地方 不要去这种危险的地方 还有就是不要从事 危险的职业 如果说你觉得说 我又想集成字号 那你就不要去娱乐圈吧 对吧 你要是想去娱乐圈的话 然后你还愿意 集成字号 那你就一定要做好 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这辈子 你很有可能 一生都不会出名 你可以从事你热爱的职业 你可以一直去演戏 但是很有可能 你得到的一直 都是一些龙套的 或者是很小的角色 你也不会因为 这个挣到什么钱 就是你要有这样的 心理的准备 那如果说 你要是觉得说 这个职业 那整个行业 它就是一个高危险性的 那就不要去做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比较正常的脑回路 可以去思考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不要大晚上 在外面晃不回家 很多女生现在就说 哎呀这个女性就自由啊 对吧 我为了女权 我为了平权 我就大晚上 在外面晃不回家 可是你要知道 大晚上在外面晃不回家的话 你碰到坏人的概率 就非常高 那你就是把自己 放到一个危险之中 还有就是 有的人穿着非常暴露 现在女生都太开放 对不对 穿的那种那个 反正就很暴露的上身吧 就个胸脚而已 对就大概是这种 然后非常短 短裤或者什么的 然后化着很漂亮的装 穿上高光鞋 就那个跑到大街上去 要不就在酒吧里面 跳舞等等等等 那你说你 很多人就说 哦那为什么穿成这样的话 女人就会被不公平对待 你怎么能管得住坏人呢 你可以说一个正常男人 不对你做什么 你怎么知道坏人 他就不会对你去做什么呢 因为你打扮成这个样子的话 这就是会让人误以为 就说哦我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一个 好好的女生 那你就穿一个正正常常的 然后可以把自己身体 都盖住的这样的衣服 对不对 这不是说一个平权的问题 或者是社会对女人不公平 不是 是因为你穿成这样 那些人就会觉得说 啊他跟我是一类人 他就是喜欢这个样子 他就会觉得这样 所以他才会去做一些 什么侵犯的 或者是他觉得你是 比较容易得手的猎物 等等等等 才会去做这种事 还有就说这个 像什么你洗完澡啊 你在宾馆里面 什么同事一起出差 或者等等等等的情况 你不要在穿着睡袍的时候 给除了你老公之外的人 开门 你也不要在身上 闻一些不雅的纹身 很多人身上闻纹身 就说我是叉叉叉 你是让人一看 就是你是啥 对不对 那人就会觉得说 哦这个人 就是不是很正经 因为他会往自己身上 闻这样的纹身 剩下一些犯罪方面的事情 怎么预防 那就是有一些辣椒水的这种东西 放在包里 放在车里 车上换一根电棍 我车上就放了一根电棍 对吧 然后你买枪 然后就看情况 机灵一点 对 聪明一点 不要 这怎么有个人 他不要这样 聪明一点 机灵一点 人家手机保持有电 等等等等的 就是做一系列 可以保护自己的 这种预防 而且你根据statistic来讲 还有那些那个police report 每一次发生性侵的时候 或是每一次女生被抢的时候 什么在什么停车场里面 嗯 大部分女生都有第六感 就大家都会感觉到 对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说 哦我走出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个男的在看我 对 我就感觉那边那个男的 我就觉得怪怪的 我就只要 女人们请相信你的第六感 你的第六感非常非常的灵 是你保护你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是神赐给你的那个 特殊能力 就是你就是要来保护你自己的 所以说女生的第六感是非常重要的 请你相信你自己的第六感 不该去的地方就不要去 有危险的地方就不要去 然后呢 如果觉得你有危险的话 你要学会自己怎么保护自己 然后不该出门的时候 你就不要出门 像说夜店 你就不要在那个地方出现 你不要说什么 哦 我这个是我的自由还是怎么样 那个地方是危险的 你听到各式各样什么 减失啊被强暴啊 然后弄完了之后怀孕啊 然后之后还要堕胎啊什么什么 那个人是弄完之后就不理啊 都在这样子的地方发生 对 你如果保护自己 如果珍惜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珍惜自己的这个 权利还有你的身体的自主性的话 你就不要去那个样子的地方 就是因为你会知道有很大概率 这种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但是你又毅然决然的去了 那就是证明说比如说有百分之六十的 你认为有百分之六十的风险发生 你是接受的 你是认同的 对吧 你说我要是不接受我也不认同 那你压根就不会出现在那种地方 而且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女生自己骗自己说 这又没什么 这个又没有怎样 基督徒就是说 万事都可行 但不拥有益处 不要自己骗自己 你自己知道 你该去什么 你该做什么 你其实每个女人都知道 女人是天生比男人 在这个方面聪明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男人是比较笨的 男人在是说 从飞机上面跳下来很危险 从飞机上跳下来 从山谷上面跳下来很危险 从山谷跳下来 对于自身安全方面是有点蠢的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对整个me too的运动到底有什么看法 或者是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 那你如果要是觉得说 我处理的 当然是就挺好的 对不对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交流 或者是你对现在的女生 或者是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方向 你到底有什么想法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莉莎 我是伊赛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